游览感觉之外 她又出席了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 但是呢 幸运法师金船中风二度住院 所以没有出现 而同样一个场合 蔡英文到之前 总统夫人周美清女士已经先到场了 两个人同台但是没有互动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 蔡英文亲自出席 不过幸运法师因为金船中风二度住院 并没有现身开幕活动 蔡英文很关心 希望能够为幸运大致祈福 祝大师早日康复 成立佛陀纪念馆 利用新的媒介和各种科技 弘扬佛法 是宗教界的一大创举 做纪念馆开幕 镇上重量警人士都到场 总统夫人周美清也出席同场合 比蔡英文提前到 不过在蔡英文致辞时 周美清就坐在台上 虽然两个人同台没有互动 但也让这场宗教盛事多了政治味 重返台县第二天 蔡英文前进高雄 参拜祈禁天后宫 又搭船游廊港区 蔡英文更决定把跨年夜留在高雄 要和高雄民众 拨钢琴固守绿云指振水区 三连新闻杨秀金 杨上千 SA区小组 但是 并不可思议 这种宗教盛事 那些宗教盛事 这种宗教盛事